今早的AT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領展823 回顧領展2024年財年的中期 即是截至2023年9月底為止的數據 公司的收益及物業收入 就是剩額分別增長1成1和1成 主要是由於物業組合加入新收購的 新加坡零售資產 以及來自澳洲零售資產 以及中國外地物流資產的全期收入 領展香港零售物業的續租租金調整率 由2021年財年中期的跌4% 到2022年財年中期就轉回正數 去到上升3.4% 匯豐環球研究表示 2024年財年中期的續租租金調整率 升到8.7% 較2023年財年中期的上升8.5% 進一步增加 匯豐相信領展擁有較高的必需性消費商戶組合 有助整體租任業務表現復甦持續 美銀亦表示儘管面對港人不想消費的趨勢 領展香港商場營運仍然保持韌性 預料他們2025財年逐租租金調整率 維持至少中單位數的水平 另一方面 即使美國未開始減息 但領展中期負債比率 在上環60億元銀行貸款之後 由24.2%降到23.2% 加上債務組合進行策略調整 將定息債務的比率由56.8%升到69.8% 令他們平均借貸成本 仍然維持在3.74的巨競爭力水平 綜合領展公佈中期業績以來 勸商給予他們的目標價平均是48.14元 較領展上星期的收市價高出大約是1.2元 投資者不妨後$41買 如果有機會回到39元可以加住 但預料2023年2月公股價 即是44.2元沽額不輕 觸及這個水平可以沽一半鎖定部分利潤 跌穿2023年10月低位34.9元就適宜止虧